創意私房台版N后房 才连环爆出 贩售少女偷拍影片 震惊社会 想不到有百万用户的PTT 竟被踢爆暗藏罗莉版 成员们不知偷拍女童 还公然做出情色联想 宛如创意私房2.0 很恶心 很可怕 太过分了吧 他们是未成年 我一定会去告她 网红德州妈妈踢爆 PTT上这个罗莉控板 不知偷渡各种路人小孩偷拍照 还搜集女童吐舌头合集 做出情色联想 甚至标面上讨论芭蕾体操 其实是在影片中 寻找几乎露出重要部位的地方 怒红为何这种公然卸同版 可以存在 我觉得是很变态 这种变态的行为 不应该一直下去 现在的青少年 好像都会模仿 就有人搜出 罗莉版的留言区 更恐怖 竟有小女孩自拍 落露不雅照po出 网红直呼 这绝对不会是自己想到的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网友更是炸锅狂轰 PTT应该尽快关版 怎么能容许这种版存在 其实这些已经处罚 偷拍小孩甚至将性影像 上传到PTT上面 可能涉及儿童 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第36条三项 可以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算没偷拍 只是散布性影像 最终也面临7年刑责 使用学术网络资源的PTT 竟出现罗莉版 沦为创意私房2.0 再度引发社会哗然 记者李琴 黄玉兰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